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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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從這個月開始 口罩開始解禁了 雖然說限定戶外 以及一些特定的室內活動 不過外出終於可以不用被強制了 等一下 你偷偷接了衛福部業配是不是 才沒有啊 如果人家下次法令又換的話 你不就要再業配一次嗎 我就說我們要業配好不好 法令再換沒有辦法 但是我以為要戴口罩一輩子 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解禁啊 解禁 那大家都還戴著啊 大家都還戴著吧 我就說特定室內活動好不好 看演出還是要戴沒有錯 不過現在室內唱歌啊 做運動啊就不用了 所以我現在叫大家站起來 每個人深蹲20下 我們不用戴吧 你不要給我鑽這種漏洞好不好 深蹲你們還同時唱歌 就不用戴了吧 深蹲唱歌是什麼樣的狀態啊你 還是在看表演還是要戴 什麼 他們都在深蹲和唱歌 誰還演得下去啊我 你自己造成的啊你 是不是所以你說這種狀況 是要戴還是不要戴 沒在看表演應該就不用戴了吧 當然是要戴啊 因為是換我們在看他們表演啊 他們才沒有在表演好嗎 都深蹲和唱團還不是表演 還合唱的啊 觀眾默契有多好啊他們 所以你看看 以上這種狀況的話 這個法規根本不適用吧 是以上狀況根本不會發生好嗎 你不要那麼刁鑽啊 很多人等解禁等很久了 哪有 啊你們去馬路上面看 不是幾乎所有人都戴口罩 我跟你講 大家已經離不開口罩了 好那個是因為剛解禁 大家對疫情還是比較謹慎嘛 這跟疫情無關了 現在戴口罩叫什麼 叫習俗啊 不是吧 叫習俗啊 不是吧 你口罩戴一個月這叫法令 但戴三年這叫習俗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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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種習俗好嗎 已經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了喔 三年啦三年算什麼傳統啦 當然是啊 女子無財辨識者的時代過去了各位 早就過去了吧 現在已經是什麼 女子無罩認不得的時代了 大家知道嗎 我沒有聽過這一句 認不得啦 沒有聽過這一句啊 臉盲嗎 臉盲多嚴重啊 他們照鏡子的時候 你口罩一脫有沒有 欸 你是誰啊婊子 認不得自己 沒有差那麼多吧 認不得啦 我跟你講這邊喔 太久沒有 這擋住了會演化的 演化 不會長得不一樣好嗎 有很多人這邊一條一條旁邊還長得紅紅的有沒有 那叫過敏好不好 那口罩戴太緊壓出來了 這叫DNA都改變了 沒有 DNA都改變了 DNA裡面絕對沒有戴口罩這部分 我跟你說 你在過幾年你等著看 連媽祖出巡他媽祖都會戴口罩啊 媽祖神像戴口罩嘛 媽祖都要變天造大神了我跟你講 天造大神是日本神啊 我是說天天戴口罩的意思啊 天天戴口罩的意思啊 這個天造啊 天天戴口罩的大神啊 講什麼閒笑話啊 不是大神 是大神啊 天天戴口罩的大神 那就是個一般的大神而已啊 你說 見照如見神 默念made in Taiwan三神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這個樣子 這什麼奇怪邪教文明啊 口罩都神格化了喔 所以啊你現在叫我們不戴口罩 這就是什麼 反文明反人性 不可以 沒有這麼誇張好不好 你剛剛講的根本不是現實啊 現實 你要講現實一點OK啊 現實來說 戴口罩還是比較好吧 你要戴還是可以戴嘛 但是不戴人他有不戴自由 你不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嘛 你這句話聽起來很熟悉喔 你說代價應該指疫情的變化吧 不是我當然是說 女生你化妝你是要化不化嘛 對不對 這種小事算什麼代價啊 小事 女生不化妝出門 多畫半張臉耶 戴口罩的時候只畫半張嗎 不會吧 那畫半張就三個小時 你一天幾個小時 畫半張臉三個小時 我多不會化妝 他忘記怎麼化啊 三年沒化啦 這種事 是會忘記的嗎 會啊 粉底這樣動嗎 這樣 吸什麼啊 粉底當毒品吸是不是 而且你戴口罩 你出去什麼 約會也比較有優勢嘛 對不對 人家覺得你比較正 不是 是你偷情才不會被抓包嘛 等一下 為什麼假設人家偷情啊 就算 就算你被你另外一半抓包 你還可以說 我以為他是你啊 比比 誰會相信啊 鬼才會信這種事情啊 而且男生你戴口罩上班 比較方便嘛 你說網路上說那種 老公以後如果不戴口罩上班的話 就要刮鬍子了 鬍子 不是 不是 老公連口紅都不能插 還插口紅 隱藏什麼奇怪的屁號 連口球都不能咬 口球啊 上班戴口球 事後也太Hardcore了吧 誠實問大家一句 大家 你看 行房的時候戴口罩是比較開心 你講到哪裡去了 誰戴口罩行房的 不是 你這樣老婆打哈欠 就不會不好意思了嘛 老公多不行啊 是不是 老公太難過了啦 我跟你講啊 這種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啊 你不能現在叫我們不戴啊 這個樣子真的是不行不行 戒不掉的 沒有 我跟你講沒有那麼嚴重好嗎 好 我跟你說 現在這個法令啊 在我而言啊 基本上就是太過於激進 這不對的 亂搞 哪裡激進 他有沒有硬叫你把口罩拿掉 你不能因為選輸了喔 你就開始做一件 講閉嘴啊你 才不是這個原因好不好 不是 這亂講什麼東西啊 真的 好 不然你這麼厲害的話 那你說 政策怎麼做 應該要漸進式的調整吧 你一開始不要全部露出來嘛 對吧 先露一部分更奇怪 你說口罩拉下來露出鼻子這樣嗎 鼻子一開始你就鼻子 哇你口味也太刺激了一點吧 哪裡刺激 鼻子哪裡刺激了 鼻子很敏感的 什麼 你這樣鼻子過敏是不是 鼻子很敏感 好不然你說要先露哪裡嘛 我想一下 這邊 這邊 哪邊 哪邊 你一定要講出來嗎 下 有多難講出來 不就下巴嗎下巴 你不要講那麼多次啊 很害羞的啊 哪裡害羞了 下巴哪裡害羞了 好所以下巴之後呢 一年之後我們可以 一年啊 只露出下巴一年 跟再戴一年口罩有什麼差別 你要說別人習慣走光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好不好 走光什麼 下巴算走光嗎 哇賽 你這種喜歡偷窺的人當然不會覺得怎麼樣啊 到底亂說什麼東西啊你 我平常在戴口罩的時候 你多少次從我下面偷看我下巴 你有吧 誰要偷看你下巴啊 我偷看你下巴啊 你是不是撇開頭去呢 我問你下巴撇開頭 我更變態了吧 我 你是個紳士的話 你就拿個外套幫我擋一下會死 是不是 更有病啊 對不對 好好好快一點好不好 下巴之後露鼻子了吧 太快了啦 太快了嘛 你這有多敏感啊 好那露嘴巴 下嘴唇應該可以吧 下嘴唇 還先露下嘴唇 一個月後我們再換上嘴唇 還一個月啊 你為什麼上下一起露啦 你真的很喜歡上下洗手欸 我的天啊 上下洗手這詞可以這樣用 你才為什麼要先下後上吧 欸我問一下 你脫褲子的時候 不是一隻腳先 一隻腳後嗎 有的時候會這樣脫是不是啊 重點是我脫褲的時候 不會只脫一隻腳 然後掛在那邊一個月好嗎 對不對 是嘛 是嘛 而且這樣說的話 為什麼不先露出上嘴唇 我希望上嘴唇 鼻子就不露出來了嗎 鼻子 多在乎你的鼻子啊 鼻子就露出來了 欸我請問一下 鼻子在你的上嘴唇的時候 上面你弟弟怎麼學的你 什麼弟弟老師還會叫我這個呢 上嘴唇在下嘴唇的上面 知道我知道啊 你下巴如果是墾丁的話 額頭是哪裡 你當我幼稚園小孩嗎 額頭是哪裡 台北啦 台北啦 地址是哪裡 什麼地址啊 為什麼額頭這麼詳細啊 楊明山國家公園主子胡啊 有夠詳細啊 反不反 好反正先露下巴 下嘴唇上嘴唇 鼻子結束 就你這種個性會被抓去關啊 蛤 會被抓去關啊 人家露個嘴唇 你以為他要脫光光給你看啊 你在說什麼啊 我們要對你的臉做什麼壞事好嗎 都跟你鼻子一樣隨便嗎 我鼻子哪裡隨便啊 香的臭都喜歡聞呢 這就叫隨便 一般人都這樣吧 你鼻子很有自信 你鼻子不會自卑 跟這沒有關係吧 就連我這個人喔 我脫口套 不好意思先問一聲 不好意思 我這個左孔比右孔大一點 你不會介意吧 誰會介意啊 我連發現都不會發現啊 你要誠實說 你不能等我這樣脫下來的時候 你才會後悔喔 對對對 到底在說什麼 為什麼感覺越來越成人啊 你會成年嗎 場景越來越明顯 反不反脫完了沒有啊 怎麼應該跟你討論什麼鬼政策啊 前程 我現在脫到一半 你現在要怎麼樣 還沒脫完啊 當然沒有脫完 我請問一下 你的上嘴唇和你的南投中間是什麼 南投什麼 鼻子就鼻子啊 你的上嘴唇和你鼻子中間是什麼 中...人中嗎 嗯 人中 口罩都已經擠成一條 在這個地方還要掛著 C型罩你沒有聽過 C型罩啊 C型罩啊 這個階段 你大概適應個半年吧各位 還半年啊 半年一堆人家 走在路上的話 會上國際媒體了吧 沒有這樣其他國家才會跟進嘛 不會啊 只會跟進這種事情 是不是 你伸那一條你就拿掉了嘛 不是我人 我人中欸 嗯 我人...我們人中上面有什麼 嗯 有毛啊 那叫鬍子 肉毛是大事的啊 不是肉毛好不好 肉毛是大事的啊 口罩被人講得跟內衣內褲一樣啊 是不是你突然要我脫口罩 就很像我穿一輩子內褲 阿中突然跟我說 其實你可以不穿喔 這兩個東西可以這樣相比的嗎 市民朋友 你覺得不帶的感覺很特別吧 不會這樣子問吧 其實你比較喜歡不帶吧 對對對 你這態度很奇怪喔 放心啊 不會有人發現你沒帶的 會發現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不就是臉的這個部分而已嗎 為什麼講得跟什麼性器官一樣 這裡哪裡不是性器官啊 我知道啦 這裡哪裡不是性器官啊 我知道 那是這邊被人家擴大使用權限的關係啊 大家嘛對不對 多多少少都會用顴骨來調情嘛 還不說那裡好不好 是吧 用顴骨調情你還是人類嗎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你這麼私密的部位 你不要一次全部這樣落過來給大家看嘛 這樣子叫什麼 妨礙善良風俗啊 各位記者 你剛剛的發言才是有為善良風俗好嗎 不行不行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說的話 你從剛剛上台到現在 不就跟沒穿內褲一樣 你為什麼要說出來 不要看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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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瘋掉吧你 所以我每次上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像在野外露出一樣嘛 你竟然是這麼想了嗎 我跟一個自以為在野外露出的人講 漫才講了兩年啊 你都不知道我每次上台之前 我要做多少心理建設對不對 需要做心理建設嗎 我也知道要脫才有人看 敢脫才有機會 我知道吧 你什麼第一次拍了我戲演員的心態啊 不會這樣想的吧 那是因為我覺得我是個喜劇演員 但你內心是個AV演員吧 我才不是好不好 我喜歡AV不代表我想要演AV啊 你知道我上台之前我都要對著鏡子說 剛剛你有戴口罩 剛剛你有戴口罩 你又戴口罩 這是自欺欺人的方式啊 我好不容易相信我自己有戴口罩的時候 然後你一句話就好 好啦好啦好啦 你有戴口罩好不好 你有戴口罩 你現在騙我來不及了啦 真的你相信我你有戴口罩齁 你有戴口罩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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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繼續齁 明明就沒有 好啦你有戴口罩來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我有戴口罩齁 你有戴口罩齁 我有戴口罩 我有戴口罩 這是什麼自我催眠的動作是不是 我戴口罩 好一點啦好一點啦 我呼吸不過來了 安慰界的消音也太強大了吧 我有戴口罩 我有戴口罩 你真的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之前那個成癮很嚴重的 口罩都戒不掉啊 這樣嗎 真的啊 我每次在路上看到大家戴口罩 我都很想要上去跟大家擋一個 跟戒癮的感覺一樣是不是 我每天回家 我睡前我都會忘了脫口罩 然後我隔天出門又戴一個上去啊 跟晚上忘記把影信眼鏡的狀況一樣啊 我那一個月臉上幾乎有一盒口罩 你們知道嗎 一盒口罩 你肺無量也太強了一點 不會窒息嗎 我洗眼刷牙味 我忘了脫口罩 怎麼可能啊 洗不到也刷不到 我吃飯也會忘了脫口罩 吃不進去啊 吃不進去沒發現的話 你曾經有問題了吧 我在那個外面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我都要躲到他們廁所裡面 偷偷把口罩脫下來吃耶 廁所跟脫內褲的感覺一樣 我也會脫內褲的啊各位 內褲 內褲不用脫吧 當然要脫啊 不然有客人突然發現說 欸你怎麼沒有在上廁所 你在吃飯啊 怎麼辦啊怎麼辦啊 他打開廁所 看到你脫的內褲 吃東西更奇怪了吧 欸是怎麼樣 你們可以脫褲子放屁 我不能脫褲子吃飯啊 才沒有脫褲子放屁耶 我還被老闆趕出去耶 正常啦 我也把你趕出去啊 他把我全裸丟在大馬路上耶 全裸 你剛才廁所脫到全裸啦 我就說好想死喔 好想死喔 那時候 羞愧到想死啊 我的口罩咧 衣服啊 我的口罩咧 你裸體啦 在乎你的衣服啊 不用找口罩 找你的衣服啊 我就說很害怕 我一路狂奔回家 裸奔了嘛 先把衣服穿起來吧 有有有有 後來我兄弟啊 不然我去那個餐廳裡面 把衣服拿回來 把口罩拿回來啦 衣服好不好啊 為什麼一直拿口罩啊 他們有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我穿啊 你的兄弟不在乎裸體是不是啊你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是獨生子嗎 喔喔喔 照會啊 照會兄弟 教會 沒有沒有藉照會 藉照會啊 Sri Mιαặc limer,就是戒酒會一樣 跟人家差不多 你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戴進去啊 沒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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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戒趙會這種奇怪的軟體 有喔 我們那個天照大省很靈阿 寫教團體都從你們開始的阿 這位弟兄 你沒有戴口罩你還好嗎 別 Gh 다들 不要 sund這個事 你還好嗎 這個那一對很好 你跟著我做不要緊張 不需要 不需要 你跟著我做 我不需要再安慰我自己好嗎 還沒關心我幫你 來 我招你 不要你 你不用招我 我招你 我戒掉 我戒掉 哦 好 这边有铺路狂啊 你才铺路狂啊你 谢谢大家